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宫若空庆和秘法里面的大圆满 它讲的是一个房属 佛法里面讲的都一个 就没讲过第二个东西 不管它教什么 但是大圆满 你这是个法门 你还是不了解大圆满 大圆满讲的还是有赤地的 它有个赤地 就逐渐打成大圆满 但它也是讲第一地 毕竟是佛 本性圆满 本性圆满居足 佛若这边 写中这边最高直接是禅 禅中的第一心法 心法它不讲赤地 它没有修正赤地 所以你看禅中祖师也基于众生 都是没厘头 无厘头的 都是公案 它说你问 直接开口就说 打你 你看地怎么过来说 吃茶去吃饼去喝茶去 你说喝茶吃饼 跟佛法有啥关系 是吧 所以他没有说 掺个话 这种东西都不是 他里面看着吃蜜蜜 都不提的 你说什么是佛 他直接把佛做屁股给下了 是吧 你在狗屎觉着 这种都是没厘头的 这种离开了教义嘛 就不是塞藏仙谷的内容了 知道吧 全部是红尘里面的内容 吃饼喝茶 怎么能成了佛法呢 是吧 这根本就不在讲经说法了嘛 是吧 所以禅的动物是没有吃地的 你领悟就领悟了 当下那一刻 活在当下 你有病人 你领悟就领悟了 但没有 你就是没有 你领悟不了当下 你就是没有 你就是 你就是定的啊什么 你还不到 你不到 所以禅中你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就成了公案 因为你到达了那个地方 就是一同藏物质就到了 而社会不二的 到了 你就一同一就到了 你不到 杂说也没用 所以你就要修赤地 现在你们的禅定 什么都开始修定的 你知道了 这个统窗或者吃饼喝茶 报客 这种 还有点距离 你知道了 没法这样子搞 你这样搞 大家就 全成了公案 就是吧 打死你 你也开悟不了 知道了 我希望你们修一百天以后 能一抱子打开悟了 最起码能领悟这个公案 最起码能知道这些公案 是说啥 能够 他在 就是能了解 材士的对积 他在说什么 这个就你们的见地上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对积 他都是对积的 那你吃饼 那你喝茶 是对积说法 知道吧 所以了物禅的无吃饼 新法所以没有 教外别传 不理文字 达摩祖师来中国 教外别传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赤地 没有金笼 没法拿金笼传 知道吧 他不在教内 所以叫教外 教外别传就是 以心欲心 知道吧 这就是佛的最高之间 新法 一组二组三组 一直传下来 传佛心灯 就是指的传这个 这才是佛法 就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不在文字里 知道吧 这个如果灭了 佛法就灭了 知道吧 所以六组一组 一组二组 一直传到现在 传佛心灯嘛 嗯 不在文字里 所以你奔向三组十二组 不代表理解了 释迦牟尼佛的教理 知道吧 他心形出面 离言语文字 真正的道 离言语文字 心形出面 所以你们先开始 修第四要 一点一点再觉醒 知道吧 所以我才把你们 所有的 我们的修学都叫做 就算你的所有的修学 不是在梦里面折腾 目的只有一个醒来 觉醒 不管你怎么折腾 你是修苦心也吧 你是修禅作也吧 你是在弘扬佛法也吧 你是在弘扬里边 滚滚弘城做事也吧 只要你有佛的空性正见 指导下 你再做你就在修这个大乘佛法 你有佛的空性正见 你所做所行 都在修这个大乘佛法 中有天功德圆满 你会觉醒 你会觉醒啊 密宗现在有大圆满大手印嘛 现在就很多日在修嘛 都是爱吃地修的 大手印呢 主要是灌底 这一点灌底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灌底 如果没有好到老实在灌底的话 你脊肥少很难成功 但是汉传写中这一块 好像是这么多年 几千年上千年 原来在禅宗开始兴生以后呢 好像没有法门了 因为禅没有次第没有法 其实它是从地域 你直接往下灌 就是直接灌 知道吧 其实它是真正的密法 也是密法 只是无习无效的密法 就是说你都 一开始就破了所有的像 开始给你灌 知道吧 其实它的甲区力更大 但大家 因为众生是 众生是 看中有形有像的东西嘛 哎呀他拿着皮子 又弄点水灌到你头上了 他给你摸了摸顶 但是禅的心法 真的是没有形象 没有文字的 没有这些东西的 它完全来自于上师的正量 知道吧 就场 就是说 他有些东西来自于其他 他不是只是在三维做事 他一下他在圆绝境界的 要怪一下 有些不是你们能知道的 众生总是着想 你们总是在像里面折腾 破了所有像才可以 所以 不管怎么样 不管这个老师怎么样 今天你们这一百天 不管你们对业的老师 他是土坛还是咳嗽 他说他是女的男是男的 他是好还是坏 他是健康的还是病的 反正你们在这 所以你没办法知道吧 就得以他 告诉你 这一百天 你就以他的 反正你疑也罢 你看着对也罢 错也罢 他像个啥也罢 不像个啥也罢 你折腾 你就在那折腾 没关系 但是就按照他说的修就行 知道吧 在你们心目中 你们总是希望一个 头上放光的老师 坐在那给你每天开始 那是错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只是有一个 你要是要求一个 每天头上放光的老师 你等着吧 知道吧 你永远成不了佛 你会觉得你永远成不了佛 因为你不放光 因为你不放光 你们不会放光 知道吧 不是某个佛菩萨不会放光 是你们不会 你们很难 所以你们会觉得 永远自卑 永远达不到老师的境界 知道吧 但是 无形无相的登记 等你开悟那一天 不管你是全个部短腿 你是健康的 你是男的女的 你是扫大街的 还是你是个大观贵人 你是有钱的 有权的 还是你没有 你都是佛如来 那一刻你都是如来 你的心是圆满的 你今天你就算这样 你是开身的 你的心也是圆满的 空性就在这里 你还是佛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才是佛的第一地啊 所以如果你的心中 只要有一个 头上放光的老师 坐在那儿的话 你直接这个像 你就障碍了你的成道之路 知道吧 但是这个老师不会放光 不代表他 不会放光的老师很多 但不代表他的肢戒正确 知道吧 肢戒正确就可以 知道吧 见地正确 他不放光并不重要 依法 不要看光 知道吧 不要依人 人有的可放光 有的不可放光 知道吧 但是他的肢戒要对 而且他对了你的执着迫就行了 反正你们拿出一百天来修正 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认命吧 就这样 认了就这样就行了 我们走私不认不甘心 你知道吗 就不认 知道吧 有时候会疑惑的 怀疑的 哎呀拿出一百天来 这做出 这后悔了 那天咋答应了的 坐在这一百天 还要扫大街 还要干这些 我在家也能修吗 还有好多事 这都耽搁了 我那个声音也不误了 是吧 或者是说 哎呀有 坐在那儿说 哎呀很感恩啊老师 你看你还能拿出一百天 教我们 我们是何来福报 嘴上这么说说而已 心里还不知道咋想 是吧 不管你们心里咋想的 有没有感恩 这些都不重要 我也不需要 但是呢 你们要认命 知道吗 就这样就行了 这一百天 就这样 心里很难受 也就这样 反正这一百天 你答应了 男子还大招呼 你做到 知道吗 就这样就行了 那你说好 那我是老师 我说了算 那叫你扫厕所 你就扫厕所 叫你打座 你就打座 叫你站庄 你就站庄 叫你抄警 你就着警 叫你听文法 你就文法 就是因为你要上课嘛 就是老师安法的课程 但是呢 叫你去备判的 那就是ствие 所以没销 到处里面 那只是能这样 你得过吗 那的 你走 你走